在任天堂巨大的神秘帝国里 一直有一个神一样的难题 究竟哪一款才是老人手中最好玩的游戏呢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海拉鲁小新 一提到Switch 很多新司机或者是老司机 都会反复想过同一个问题 究竟哪一款游戏 才是Switch上最好玩的游戏呢 第一名肯定是塞亚达啦 不对不对 水管弓才是任天堂的灵魂 我觉得奶子剑也不错 那么威猛还有那么多妹子 其实很难定义一款游戏 是不是最好玩的 因为玩家的种类和爱好 实在是太不相同了 不过本期视频会从评分的角度 来带你看看得分最高的 首款Switch游戏 我综合整理了Metacritic评分 IGN评分 以及玩家的评分 得出了本期视频中的名次 其中我也会加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如果本期的排名 与你心中的排名相差甚远 没有关系 只需要记得去疯狂diss 这两个网站就可以了 不是不是 别误会 我不是针对你 我说在座这么多位 都是垃圾 不过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疯狂按键订阅 由于排名统计是全世界的数据 所以有些排名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 并列排在第15名分别是全球销售量很高的七弹大作战2 和有着非常多狂热粉丝的大奶剑 和有着非常多理智粉丝的异度神剑2 这样的成绩其实对于这两款游戏来说 我觉得是意料之外 却有情理之中 七弹大作战2 有着它独特的射击创新体验 不管是单人还是多人 都有着极好的娱乐模式 但不足之处是娱乐性过强 在故事性和深度的游戏交互上 却略感不足 而异度神剑2 有着极好的人气和人物角色设计 在亚洲宅男玩家中额外的火爆 但就全球范围而说 这款日式动作性RPG游戏 似乎很难收割更多的猛男玩家 路易吉羊楼3充分证明了 路易吉也是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水管工 而且根据统计 路易吉是全球女性玩家中 很受欢迎的一名角色 可能是帽子的颜色 比较有很好的共情效果吧 此外路易吉鬼屋 还有着极其疯狂的多人网络模式 真的是做到了人比鬼还独 动物之森今年排在任何一个位置都不出奇 因为它实在是太火爆了 除开游戏的创意和专业性评分来说 最让我觉得意外的是 它的玩家评分却格外的低 起初我以为是猛男的恶意性报复评价 然后我发现这些评价其实都极其的中肯 大部分都是指责多人模式 并没有那么好的游戏效果 动森里你虽然可以召唤同一款主机里的不同玩家来为你工作 但召唤而来的玩家的确在许多功能上有所受限 只能沦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工具人 空洞骑士作为一款动作类的小游戏 取得这样的评分是非常的不错了 很多玩家对于这款游戏的第一印象就是好玩 可是究竟好玩在哪里呢 答案就是这款游戏选择了碎片化情节的故事创意 并很好地引起了玩家的共鸣 虽然是众筹出身的游戏 但是却给玩家带来了极好的仪小博大的情节 为玩家打造了一个丰富而不繁杂 深邃却不晦涩的重世界 撇开商业角度不谈 对于SE而言 DQ11并不算是一个多么成功的游戏 没有非常亮眼的优点 即使也没有什么硬伤 而且Switch的画质也有些差强人意 但DQ11最难能可贵的是 让玩家感受到了降薪的气息 如果说FF15是一个艺术大师挥洒才华 但细节剧情上略显不足的作品 而DQ11则更像是一群艺术生 花费大量的心血 创造出来的工笔画 数好数坏其实还真的不好说 当R10的《马里奥》成为《回忆》 几十年后的这款《马里奥》创造系列 让玩家感受到了熟悉 却又能在创意上更进一步的体验 理论上如果你有足够的奇思妙小 这款游戏足够你玩一辈子 Inside相对来说可能名气并不大 相信很多玩家可能并没有听说过这款游戏 玩家需要扮演一个小孩 在黑白色的环境中解决不同的难题 同时避免在滚洞中死亡 这款游戏同它的创意前作 《地狱边境》相比来说甚至更胜一筹 配乐和恐怖感的营造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相信只有真正玩过这款游戏 才能体验到这样的平分 《未来山脉》与上面的那款Inside很像 都是靠简单的画面与极其好的游戏体验 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来取得如此之高的评价 玩家控制一个名叫马登林的小女孩 进行跳跃和攀毙 并且还有这种体验感极好的冲刺技能 当你试着玩上那么一小会 相信你也难以停下 俗话说得好 流水的排行榜 铁打的马车吧 马里昂赛车8号花板 无疑是Switch上最好的竞速类游戏了 硬核的游戏内在 趣味的卡通道具 简直适合多人狂欢 很多时候一款革命性的游戏会为整个游戏类型树立一个几年内都难以超越的旗杆 就魔兵惊天路来说 它就是这么一款继鬼气战神之后的神作了 无论是剧情还是动作体验 这款游戏的江湖地位都是难以撼动的 也许目前在Switch上 魔兵惊天路是你能玩到的最爽的一款动作体验类游戏了 虽然主流格斗玩家总是喜欢给任天堂大乱斗贴上不入流逼格太低的标签 但对于沉迷于任天堂和放任自己的无数玩家来说 明星大乱斗真正教会了什么叫做从入手到菜机户主只需要三分钟 和马车8类似这款游戏入手简单 后期的提升性却极其的高 传说之下作为一款音乐类型游戏大作 其实这款游戏属于什么类型真的很难界定 不过它被玩坏了确实成为了一个事实 Steam上这款游戏甚至被放到了音乐类 这款游戏凭借魔性的画风 魔性的boss还有魔性的配乐 确实是独树一帜 但你品味一下你就知道这么高的分数是哪里来的了 自由不输塞亚达开放强国给他爱 在这里原罪就是这么一款神奇的游戏 你可以用最基本的尝试来玩出最花哨的操作 你凭借基本的生活常识可以围装成一个木桶来骗过敌人 可以先下一场雨再用雷电来捣电 可以先放上一把火然后用木桶烧死敌人 这款美式RPG游戏在全球有着令人着迷的魅力 奥尔德赛的主角就是这么一个统治了任天堂几十年 拥有着纯正传统血脉的马里奥 甚至一度让我羡慕水管公这个角色 在这个马里奥世界里你可以变成一只青蛙 你可以变成一个电线杆 甚至还可以变成一个变态的裸男 此外在剧情上这款马里奥也有着很大的提升 你根本想象不到一个爱戴帽子的水管公 一个变态的大魔王 还有一个美丽的公主 这三个人之间能发生什么样的爱恨情仇 而这些都使得马里奥在众多玩家屏风网站上 获得着极其高甚至满分的评价 在玩到塞尔达旷野之息之前 我一直以为增强游戏体验感的唯一出路就是VR 可是塞尔达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对游戏的认知 如果说有一天我的小表弟问我推荐一款游戏 恐怕我只会想到塞尔达旷野之息了 希望他可以学会越过每一个险峰 避免没有必要的战争 甚至还会知道如何量入为出 经营好自己的世界 不过被大仙女拖下水的这种色情体验还是免了吧 好了关于每一款游戏的详细排名还有评分信息 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评论中 如果你觉得这些评分的不同带你重新认识了一些Switch游戏的意义 那就记得点赞订阅吧 还有更多更有料更有趣的游戏视频再等待大家